AI简报 全球媒体对人工智能AI的报道 AI团队进行了分析、整理 盖茨称发展AI助理室致盛点搜寻网站和亚马逊将罚人问津 星岛日报 微软创办人亿万富豪比尔盖茨指出 科技竞赛的致盛点在于发展顶尖的人工智能助理 要将颠覆搜寻引擎、生产力和购物网站的未来 而这项科技影响深远可能会彻底改变用户行为 人们以后无需再造访搜寻网站 再也不会去亚马逊 目前许多科技公司投入研发AI个人数码助理 消费者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命令 AI助理完成许多事情 盖茨在由高盛集团和知名创投基金SV Angel 与美国三番市举办的AI Forward 2023活动上说 未来的AI个人数码助理将能理解人类需求和习惯 可代为阅读人类没有时间去看的资料 他说微软若未参与这场竞赛 他会感到相当失望 他认为新创公司或科技巨头各有五成机会 能在AI助理领域脱颖而出 盖茨表示 企业家霍夫曼共同创办的聊天机械人 Inflection AI让他印象深刻 盖茨说 无论是谁赢的这场个人数码助理竞赛都将是件大事 然而他指出 这种强大的AI助理准备好作为主流用途还需要一些时间 在此之前 各企业仍将持续聚焦把类似OpenAI推出的聊天机械人 ChatGPT等生成式AI结合到自家产品中 他还说 生成式AI的兴起将影响白领劳工改变游戏规则 未来企业使用类人型机械人的成本会比聘用真人低廉 因此蓝领劳工也将受到冲击 盖茨开玩笑说 当我们创造这些机械人时 只需要确保他们不会患上阿兹海默症 盖茨与前期梅林达创立的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专司促进健康相关工作 盖茨说 AI技术将加速该领域的创新 并促成更先进的药物开发 尽管人类大脑的内部运作对科学家来说仍然是个谜 但盖茨认为 治疗阿兹海默症的药物已逐步接近开发 可能十年内就有机会让新药进入人体试验 人工智慧生成的恶搞让市场感到不安 纽约时报 最近 由于使用人工智慧创建的虚假图像而导致的股市恐慌 促使人们呼吁加强对该行业的监管 这张黑烟显然从五角大楼附近的政府大楼升起的图像 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 但很快被曝光为假货 据透露 它最初出现在Facebook上 然后通过Twitter迅速传播 业内专家表示 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慧被用来自造假新闻的可能性的担忧 这些假新闻可能会迅速传播错误资讯或在投资者中拨下恐慌 从而导致潜在的破坏性后果 这种类型的滥用正是监管机构所警告的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最近评论说 金融系统的脆弱性有可能被不良行为者利用人工智慧 专家认为人工智慧可以在未来十年内实现超级智慧 因此有人提议建立一个类似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机构 以监控超过一定能力水平的系统 XGPT建立者称 AI超级智慧无法阻止 英国独立报 XGPT背后的公司OpenAI表示 超越人类能力的人工智慧 AI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OpenAI博客文章 这种超级智慧在积极和消极力量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该公司的Sam Altman Lillias Susskever和Greg Brogman表示 人工智慧系统有可能在十年内在广泛的领域超越专家的人类技能 开发这种技术的成本正在下降 同时涉及越来越多的参与者 OpenAI建议立法者应该引入规则 以防止未来的运营商烂用AI OpenAI拒绝了停止超级智慧发展 是解决风险的好方法的观点 OpenAI小组建议 这种技术的创造对技术路径至关重要 试图阻止其发展需要全球监控制度 相反 他们列出了三种应对超级智慧到来的替代途径 这些途径可以说明政府和监管机构 包括可能引入人工智慧开发的许可和测试要求 2017年 牛津大学OpenAI和人类未来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表明 人工智慧系统将在两年内在一系列游戏中发展出超人的技能 奥特曼还呼吁对聊天机器人进行监管 本月早些时候 他告诉参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关于隐私 技术和法律 这种演算法是一个重大关注领域 五角大楼爆炸的假AI照片如何传播开来并短暂吓坏了股票 多伦多星报 通过人工智慧生成的虚假照片 短暂导致美国股票价值下跌 这张照片显示了五角大楼附近的爆炸 但没有发生 首先在Facebook上传播 然后通过参与Twitter新TwitterBlue验证服务的金融新闻网站 ZeroHedge和俄罗斯国有新闻网路RT等来源出现在Twitter上 发布时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3% 但当有报道称该图像是假的时 它开始回声 Twitter和Facebook拥有者Meta Platforms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Photoshop推出神奇 AI来转换图片 英国独立报 Adobe推出了一款使用AI的新工具 该工具将使Adobe Photoshop的使用者只需一个简单的文本提示 即可神奇的从图像中添加或删除物件 Adobe表示 生成填充工具使用Adobe Firefly作为使用世界领先的图像编辑应用程式的客户的AI副驾驶 但是 该公司没有解决如何处理新AI工具的潜在滥用问题 生成填充目前正在进行Beta测试 并将在稍后发布更广泛的产品 不要相信你在AI时代撒谎的眼睛 蓬勃观点 Twitter有缺陷的验证系统导致五角大楼附近爆炸的照片被多个经过验证的账户发布 然后被证明是假的 这个问题可能比社交媒体网络更大 假新闻已经蔓延到WhatsApp和TikTok等其他平台 随着生成人工智慧和创建越来越逼真的图像的技术能力 公司将需要根除他们的假新闻预防方法 警惕图像操纵成为使用者的关键 甚至Photoshop现在也结合了可以大幅改变图片的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会为你的工作而来吗 据专家称 这些是将手先被替换的工人 多伦多星报 据专家称 白领是最先感受到人工智慧 AR和自动化兴起影响的人群之一 入门级职位的低技能职业最容易受到伤害 ChatGPT和MitJourney等人工智慧系统 可以在许多领域比人类更快 更便宜地完成认知任务 包括生成文本和想法 数据输入和分析 进行金融和市场研究以及架势 然而 人类增强的一般智力 创造力 道德和判断力 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 在工作场所与人工智慧配对时 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组合 写作 金融专业人士 法律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等职业 也可以使用人工智慧来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虽然有可能使一些布计和税务申报活动 成为人工智慧的责任 但会计师可以专注于一般的税务策略 尽管人工智慧可以分析法律当病 完成背景研究 但人类仍然需要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解释和呈现资讯 专业人士将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工作场所人工智慧的影响 因此工人有责任确定与自己工作相关的领域 以便他们能够学会使用相关工具 ChatGPT被发现将作家的工作效率提高了60% 专家建议 那些能够采取亲人工智慧态度并学习新技能的人 将是最有可能继续从事有仇工作的人 人工智慧淘金热将把人类带到一些黑暗的地方 蓬勃观点 WorldCoin是由Mark Andreessen和Sam Beckman Fred等 西谷名人之源的加密货币计划 其创建WorldID的计划 正在获得新的动力 该ID将使用红膜扫描的生物识别数据来区分人和机器人 该计划在现场测试期间 使用名为球体的各球扫描了50万个红膜 获得了负面反馈 尽管它的估值仍为10亿美元 据称即将获得1亿美元的额外赔偿 批评人士称 市通源基金会由其数位代币分配系统建立 并声称拥有170万个红膜来源代码的资料库 缺乏透明度 因为它位于开曼群岛 一些骇客还窃取了其员工操作员的凭据 包括未人员注册的招聘人员 该公司现在希望在未来将其提供加密交易的应用程式 与更传统的金融服务相结合 麻省理工学院对人工智慧的判决 蓬勃观点 经济学家达龙 阿西莫格鲁 Daren Asimoglu 和西蒙 詹森 Simon Johnson 在他们的著作《权力与进步》 我们对技术和繁荣的千年斗争 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 Years Fight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中认为 强大的精英正在使用 并打算进一步利用人工智慧 AI 来丰富自己 同时控制民众 经济学家表示 虽然以前的收益 通常会为更广泛的社会带来好处 但人工智慧是不同的 因为它有望 使其用户能够同时操纵人们 并抢走他们的工作 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补救措施 包括对互联网巨头征税 撤销一些专利法和法定干预 以抵消这些趋势 波特兰州立大学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计算机科学教授梅兰妮 米切尔 Melanie Mitchell 将这本书描述未引人入胜 且令人大开眼界 合著者约翰逊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首席经济学家 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 罗宾逊合著了 《为实谋国家失败》 权力 繁荣和贫困的起源 一书 在他们的新书中 作者认为数位革命 已被一群自私自利的精英所占用 创造了一个使用机器和演算法 取代工人的技术公司的寡头政治 他们认为 机器智慧可以通过公共政策 转向机器有用性 他们希望公共政策 将受到公众舆论和振兴民主的影响 这本书想细介绍了纵观历史 生产力的提高 如何经常导致强大的地主 或实业家致富 同时使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糟 作者认为 虽然变革往往是由挑战者推动的 但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被现状所吸引 该书还指出 选举竞争 工会 政治家和改革知识分子等抵消力量 可以将计数转向创造共用收益 谢谢收看 AI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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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摯手 打赏 试炭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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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